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会走完这条天路 但我帮你的时候 在列初讯跟进你 帮你 而导致你在起跑点当中 因为我而导致你得救 而因为我而导致你走这条天路 到有一天你成为先知 因为你完全是靠我在起跑点祝福你 所以你在你的帐上 你会被神按着公义给你100个果子 但这100个果子 神就像PDF 这样的 你这100个果子当然属于你的 但会给我的一份 因为你的整个侍奉和信仰 都是建基在我帮你 但保罗就在说 希望到时肥立比这帮人 他们是能够生性的 他不是因为人家在推波作难下 或者管教下 或者扶着他才结果子 是甘心乐意 发自自己本身所结的果子 这些果子就会纯粹在他的帐上 这种果子当然是更多 因为神也要计算很多很多这些人的得失 我又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举一个例子 你将来会成为先知 但问题是在开始的时候 你完全是靠我帮你的 所以变成你的根基打得不好 你开头的根基也不好 动基也不好 直到你十年后成为一个先知 你会有100个个字 当然我也会有100个 但问题是有一个更好的 就是你一信主 根本就赢在起跑线 你不单止不是靠我去帮你 你一信主 就像我一样 是已经很主动 之前想后想清楚 做到最好 这个完全是你自己自我鼓励 自我说服 然后使得你是很生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成为一个很生性的基图 其实到这样 你打好根基的话 到你将来成为先知的时候 你就不是100个个字 是1000个 所以我不会希望贪你那100个 我希望你有你自己帐上的1000个 因为神一定要计算在根基上 你不需要靠人 你是真的自己咬着牙筋去做 好了 不止 你在一开始 就像我一样 开始第一年 已经不断带人信主 不断跟进 还要解决别人很多信仰的问题 我自己都没读到那些圣经 我都要因为他们去查那些经文 他周围去探访 问回我自己的前辈 究竟他问的问题 我应该怎样 换句话说 你第一年当中 不单单不是靠人家去拖拉 也不是单单自己去发奋 并且还要照顾身边的人的时候 到你有日成才知道 你的果子不是100个 也不是1000个 随时是万山遍野是100万个 或者是1亿万个 明不明我说的分别 在这样的情况下 身为你的牧师问话 希望你长进 使你的果子归到你的帐上 明不明我说什么 我就是说赢在起跑线 你没得恨的 你没得恨 因为你不生性 开始的时候你不生性 你还要学习那些败类牧师 等到你先玩救 世界打滚 退休才迅处 真是弄死人 你明白吗 真是弄死人 那些败类牧师一定不下地狱 也挺难的 明白吗 即是直接将人家的果子无限宿世 所以现在你会看到 为什么是最大的祝福 你越早去发奋 越早去帮人 你就是最大的祝福 所以以这个概念去计 第一 你自己发奋的话 就会导致你很多很多很多的果子更加好 但现在我在这里说 就是你很早期 甚至可能你自己都是初信的时候 但你好像百乐那样能够认识千里马 你看到这个他将来一定是仙子 他将来是使徒 你现在帮他 变成了不单止李生姓自己可能有万山遍野的果子 你帮了这个仙子 这个仙子将来可能他根本他的侍奉在在世日子是比你一百倍的 但没所谓 因为他所有果子当然是属于他的 他结了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果子 但是神会按一按键 将他所有的果子 并不是撥到你的帐上 是将他的果子再重复一次 都归到你的帐上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上上讲的这个概念 所以现在你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 就是按着这个概念再给你理解 就是保罗他也希望自己 在人家最初最初 未信主的时候带他信主 因为在当时保罗带亲的人 很多都可能是先知或者是仕途的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第一章第十三节 顶门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往你们拿下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蝎果子 如同在其余外帮人中一样 明白吗 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得果子就是这样 你带人信主 而你拜着先知的话 你就和味了 你的果子都挺难计的 多到 还要带是当时代的真令天子的话 真言第三十一章第十八节 他的儿女起来清他有福 他的丈夫也清赞他 愿吻你脚步 尋备你中影 现请你引渡时刻带领 全量最美定英雲 故念谁听 夜静中看古兴我来泪深色 耶稣持爱恩手 今次我踏华山里 沿途为我解困 又管我冲出困境 耶稣持爱恩手 今次我灵命奋兵 陪同共往天国中 让我高兴